诗篇第七十四篇 神啊!你为什么永远丢弃我们呢? 为什么你的怒气向你草场上的羊群好像烟冒出呢? 求你纪念你在古时买赎的会众 就是你赎回做你产业的民族 求你纪念你所居住的西安山 求你举步去看那些长久荒凉的地方 去看仇敌在圣所里所行的一切恶事 你的敌人在敬拜你的聚会中吼叫 他们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为记号 他们好像那些举起斧子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的人 圣殿中的一切雕刻 他们都用斧子和冲子打碎了 他们用火把你的圣所烧成焦土 他们亵渎你名的居所 他们心里说 我们要把他们完全毁灭 他们烧毁了地上一切敬拜神的聚会地方 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记号 也不再有先知 我们中间也没有人知道 这灾祸要到几时 神啊 敌人辱骂你要到几时呢? 仇敌卸曼你的名要到永远吗? 你为什么把你的手 就是你的右手收回呢? 求你从怀中抽出来毁灭他们 神自古以来就是我的君王 在地上施行拯救 你曾用你的大能分开大海 把海中怪兽的头都打碎了 你砸碎了立位雅坦的头 把他给住在旷野的人做食物 你曾开辟泉源和溪流 又使长流不息的江河干涸 白昼是你的 黑夜也是你的 月亮和太阳都是你设立的 地上的一切疆界都是你立定的 夏天和冬天都是你制定的 耶和华 仇敌辱骂你 鱼丸人亵渎你的名 求你纪念这事 求你不要把你搬究的性命交给野兽 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 求你顾念所立的约 因为地上黑暗的地方充满了强暴的居所 不要使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 要使困苦贫穷的人赞美你的名 神啊 求你起来 为你的案件辩护 要记得鱼丸人终日对你的辱骂 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 不要忘记那些起来与你为敌的人 不住加剧的喧闹 不住加剧的喧闹